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KLPEG 我们参加的就是 Mercedes-Benz Malaysia 发布的 4 款 CKD 新车 分别是 A200 舌弹 A250 舌弹 GLA 200 还有 GLA 250 这个是 Mercedes-Benz Malaysia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 CKD 这个前驱的车款 所以这 4 款车型都是前驱为主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 4 款新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A200 其实在外观设计方面 A200 采用的是 Progressive Live 所以它的车身线条会比较典雅一些 要如何分辨它和这个 AMG Lite 的差别 可以看这个前方的随向护照 虽然它是点撞的 但是在 A200 车型上面它采用的是纯黑 可是在 A250 AMG Lite 上面它采用的是这个镀铬的材质 所以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星星 这两辆车严格来讲都属于 C-Segment 的 Sedan 而在 CKD 之后它的价格有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 两款主要的差异在于 A200 车型的后悬吊采用的是 Trotium Beam A250 采用的是 Moudi Link 所以在操控表现方面 A250 会好一些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A200 采用的是 1.33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是四缸的 最大马力表现是 163 HP 峰值扭力 250 Nm 匹配的是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至于 A250 Sedan 采用的是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221 HP 峰值扭力 350 Nm 变速箱都同样的都是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个 A-Class Sedan 或者是所有 MFA 平台打造的前驱车款 采用的都是双离合器变速箱 跟 C-Class E-Class 的 9 速自排变速箱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在这次 CKD 车型上面 原厂把这个施压续跑胎 也就是 Run-Fed 更换成了普通的轮胎 这个带来的主要差异是 因为 Run-Fed 在行驶的时候 它的这个 Sidewall 旁边的胎壁会比较厚一点 所以造成车辆行驶的时候会比较弹跳影响舒适性 但是这次换了这一个普通的轮胎过后 它的舒适性就可以恢复应该有的水准 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爆胎的情况 那么原厂也提供了打风机还有补胎器 可以让你撑一段时间 车尾的设计风格同样的跟 CBO 没有太大的差别 Progressive Lite 它的车身设计是比较典雅 如果你比较喜欢运动化的话 那么 AMG Lite 应该会很适合你 它有这个电磁阀的开启 打开了尾箱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的空间其实还算省 平整性也很好 所以如果说是小家庭 有时候可能需要摘一些物品的话 它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而且它同样的也支援这个六四分离的椅背倾倒 打开了这个杖板之后 它下面还有打风机还有补胎器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配备 这一台车有一个对女性驾驶者非常友好的功能 虽然说它没有360这个镜头 但是它前后各有六个停车传感器 所以它的这个停车识别度其实非常的灵敏非常的高 在你真的不想要撞到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提醒你 我个人觉得这个前面六个后面六个 总共12个的停车传感器 其实对于驾驶者是非常友好的 这个内装的部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 A200 Sedan 还有 A250 Sedan 的地方 因为它的整个内装布局看起来非常的有科技感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在 A200 车型那个很炫眼的气氛灯被取消的只有 A250 才有 但是它依然保留这个尺寸非常大的一个萤幕 一个是数位化仪表 一个是车载主机 而且它支援予应控制系统 你只需要叫它的话就可以帮你实现一些功能 例如说启动这个 GPS 或者帮你打电话 除此之外这台车的置物空间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优秀啦 可以看到这边有置物格 置杯架 中央副头打开还有空间 而且它还提供了这里一个这里一个的 USB 插槽 可以让你连接你的手机或者是未移动设备充电 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个 USB 接口它是 Type-C 的 如果你的 cable 不是 Type-C 可能你需要一个转接口 但是其实这个转接口也是大概十块钱一个 所以它还不算太贵啦 至于在安全配备方面 在 A250 上面它提供了像是前方撞击一颈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的配备 在 A200 上面是没有的 至于在这个电动座椅方面 它只有提供这个驾驶座前后的调整 还有椅背的调整 如果是在副驾驶座的话 前后调整跟椅背调整都是手动的 它只有像是腰靠等等的功能才有电动 在空间表现方面 虽然说这个 A-Class 呢 是 Mercedes 最入门的四门房车 可是它的空间表现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步空间大概还是有一个拳头三个指头左右 只是这个大腿的支撑会少一点 还有它中央鼓起的面积比较大 这个是因为在一些车型 例如说 A35 AMG 还有 A45 AMG 它是有着一个四轮驱动功能的 还有一个这款车 CKD 跟 CBO 的差别 就是 CKD 的版本多了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这个冷气出风口 在之前的 CBO 车型是没有的 可是 CKD 之后它给的 所以后座的乘客多少可以享受一点冷气 除此之外 你这里打开它还是有两个 Type-C 的接口 可以让后座的乘客为手机充电 所以它全车总共有四个 USB 但是还是要必须提醒各位 这个 USB 都是 Type-C 的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GLA 250 的车款 由于它是 AMG Lite 所以它在这个水箱护罩这边有着一个 镀刻材质的点缀 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而这一款车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的话 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它的车身高度高了不少 因为实际上第一代的 GLA 看起来还是比较像传统的 Hatchback 虽然说它是 Cross-Over 车型 可是在这个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身高度明显高了不少 看起来更像传统的跨界车 而在这个头灯组方面 同样的也是搭载了全 LED 的头灯组 识别度非常高 如果说它在点亮的时候 那个视觉效果在晚上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这款车同样的搭载了两个引擎配备 同样的是 1.33 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同样的是 163 HP 250 Nm 跟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但是在 GLA 250 上面就有一点差异了 虽然说它的动力表现依旧是 221 HP 峰值扭力 350 Nm 但是变速箱升级成了 8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而且支援这个 4Matic 的四轮传动功能 现在在我左手边的是 GLA 250 在我右手边的是 A200 车弹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两款车同样的都是居于 MFA 2 前驱平台打造 但是这个 GLA 高了不少 A200 比较低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差别 虽然说这个 GLA 并不像传统的 SUV 有那么高的车身 那么高的离地高度 可是实际上它给你的视野感受 其实也不会输给这种 SUV 太多 而且主要的驾驶感受和 Sedan 车型相比 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 GLA 可以给到你非常高的视野 但是又不像传统 SUV 那种笨重的感觉 开起来还是非常轻盈的 重点是驾驶感受也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GLA 的车身高度 其实已经蛮高了 它已经高过我的肩膀 所以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 这个是最大的差异 它的这个乘坐在里面的话 它的头部腰部感并不会太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尾 车尾方面 这个采用了 Mercedes 家族的新的一个设计 就是两个这个长方形的 LED 灯条 辨识度同样也是非常高 另外这个尾箱有这个 Power Boot 的功能 在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平整性 其实相当的不错 我相信如果你一个小家庭出门的话 那三天两夜的行李应该不是问题 而且如果你需要存在比较大的物品的话 它还有这个 424 的椅背分离倾导 所以这个就是 Crossover 或者是 SUV 空间运用灵活度的其中一个好处 同样的打开这个杖板 它还是有提供这个搭风机还有补胎机 做进了 GL8 的内装你会发现 其实 GL8 的内装跟 A-Class 的内装 其实非常的相似 它们只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做出更改 例如说这个置物格跟绳可以让你放更多东西 然后中央扶手也有相应的提高 至于像是 USB 啊还有其他的配备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有一点要提醒各位的是 因为这个是 GLA 250 的车型 所以它是有气氛灯的设计 而且它的方向盘是这个 AMG 的方向盘 有透气比 握感非常的好 如果是 Progressive Fly 的话 它的方向盘设计会稍微普通一点 虽然说质感还是一样出色 但是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AMG 的方向盘 还有一点就是为了凸显这个 AMG Line 的运动风格 所以它的这个座椅采用了这个 脊皮还有皮革混搭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边是一个脊皮 拥有非常好的防滑效果 至于这个腰靠则是采用了皮革 这个混搭风格 做下去的感受也非常的好 它在这个触控板这里 它有一个 Camera 的 Logo 你按下去之后 你可以启动后面的 Camera 而且它有这个近的角度跟广角让你选择 可以让你更清楚的看到后方有什么东西 坐进这个 GLA 的后座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 GLA 的空间表现是好不少的 像是这个椅子的高度 椅垫的高度等等都比起 A200 要好一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乘坐的舒适性的话 那么 GLA 可能比较适合你 但是有一点就是 这个 GLA 还是没有后座的冷序触控口 可是 A200 跟 A250 都有 而且它的后面的 USB 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所以 A-Class Sedan 是有四个 USB 但是 GLA 只有三个 虽然说只少了一个 可能影响的程度不大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车顶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算我的身高大概是 180 左右 我坐在后座 头部的这个压迫感也不会很明显 乘坐的感受还是舒适的 加上后面还有一个三角径 所以这个透光度也好 压迫感也好都没有那么严重 整体来说还是舒适的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 A-Class Sedan CKD 还有 GLA CKD 的简短新车介绍 在这里我们也会放出新车的价格表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会不会有优势呢? 或者是这两款车有没有吸引到你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好啦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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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